今天是世界糖尿病日 为免受针刺手指测量血糖质痛 近年来本地有更多的糖尿病病患 借助科技采用无需针刺的血糖仪器 和胰岛素自动注射器 以更好的管控病情 来看记者李嘉宜的报道 利用手机应用扫描手臂上的传感器贴片 就可以知道血糖指数 患热型糖尿病的无保缝 近期开始使用来自美国的血糖检测仪 可及时查看血糖指数 这间家庭诊所两个月前引入这科技 医生表示糖尿病患一般每三个月需复诊一次 使用科技可以更了解血糖波动的原因 调整治疗方案 有其中一个病人 他的血糖差不多晚上12点的时候就开始升高 为什么到12点他才会上呢 那么他就跟我讲说 他放工回家就开始喝酒 然后跟他讲说 你不可以喝酒 新加坡内分泌与代谢协会表示 今年这类科技逐渐普及 医院平均每个月有30到60名病患使用 另一个逐渐普及是这个装有胰岛素的电子设备 可挂在腰间自动测量血糖 并制定适当分量的胰岛素 通过小软管输入到体内 协会表示 尽管这些科技更方便病患控制血糖 但价格仍比传统来得贵 新传媒新闻记者李嘉宜报道